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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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认识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拼盘 想永远被存在 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情绪 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更浪漫 想放假 像阳光 想 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充浪 找一个豪华邦想 用所有嗨个长相 放假 相接方向 分享 找一部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找一群之心朋友 从黄昏亮到天灰亮 专远啊 你不说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 怪不得 我总觉得你不是好人 可又讲不出为什么 原来是误会一场 你不是骗子 这个钱袋呢 是用来试看民情的 所以里面是石头了 温夫人 你又不贪钱又正直 真是难能可贵 是女子的魔法 你过奖了 这么多人在等我们 我们是特意来接专员回去的 不用了 先前呢 我跟专员之间有点小误会 现在已经兵士前嫌 没事了 马屁鸡 你不要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快把专员还给我们 哦 怎么专员是你家的 专员之所以来我们文家 是欣赏我们文家 知书是礼教化民生 专员 文夫人说的没错 现在我马玲珑在这里 正重向各位宣布 这位汪专员 是真正的正副特派专员 也是博学书社的好朋友 这样也行 马玲珑 你太卑鄙了 我跟你施不两立 我早就知道 你会眼红来闹事的 放马过来 静静啊 嗯 刚开始呢 我还以为这次 马和文家一定会打起来的 想不到啊 哇 这专员只说了两句话 妈 他就明天守兵了 嗯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专员深不见底 让人猜不透啊 两位夫人 文家古道热场春风话雨 两家武术正宗出类拔萃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呀 哎 哎 我决定 要上报中央 班令表扬 班令表扬 中央证明 正不确认 没错 啊 嗯 你以为是可以的 这有什么事 你也要上报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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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想要 保证三五天肯定你就能 箭步如飞 哦 那就太好了 呃 那个 专员啊 你刚才说要上报政府 颁领表扬 是不是真的 当然了 呃 那你的意思是要 表扬我们保之堂呢 还是那个博学书士了 呃 这个嘛 我要再考虑一下 你不必太心急 啊 是啊 是啊 的确是不能太着急哦 专员 镇长 专员 镇长 专员 镇长 两位好 两位 这边请 好 请 请 请 妈 厉害哦 真的请到专员回来了 妈 我办事的放心吧 我难先跑去请镇长 再让镇长去请专员的吗 哦 哎 那个大头菜有没有为难你啊 没有啊 我没见到他 哼 见不到更好 专员 请 两位公务繁忙 还可以赏光来我们博学书社 真是荣幸之志 感激不尽 书院呢 打算在三元镇 推行扫王活动 为那些不识字的人呢 提供义务教育 这么有意义的事 我身为镇长 当然要鼎力支持了 哎呀 文先生 文夫人 两位真是用心良苦啊 不不不 专员 俗话说得好 知识就是力量 文化就是财产 无知最可悲 重教育才能新邦复国 千万不能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又是这样 叔叔的事还是博人比较熟悉 让他给你解释 赵爷 是这样的 作为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为了三元镇的未来 为新邦复国 我打算在三年之内 扫除镇上所有的文盲 做到人人有书读 个个有知识 读书得好 非常好啊 所以啊 在下特地派全子 请镇长和专员过来 为我们的书院提字留书 鼓励我们的村民 提高学习兴趣 好啊 好啊 所谓人过留名 艳过留生 让我试一下 小孩子 叫你们贴身保护专员 不太躲开一会儿 他就让人带走了 怎么做事的 妈 镇长出面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你要我们保护专员 保护他又不是软禁 哇 好漂亮 小心点 小心点 追思撞教 过了文家杨明浅靠他了 是啊 专业写得好 愁家人 快点和专业进去 专业 真的 我还有事情要与两位商议一下 两位明天请人 好好好 把牌变瓜巧 我是来找专员的 现在专员呢正在和我老公喝着茶聊着天 没有空 反正人也来了 就欣赏一下吧 上面是专员亲笔为我们书院提的字 都不知道写什么 看不懂 不懂不要紧 我告诉你哦 遵师仲教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 专员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宝质堂想要跟文家已争高下 恐怕要等到下辈子咯 儿子 帮我挂起来 哦 妈 没那么高的梯子啊 啊 挂不上去 这么好笑啊 这是送给你你的受不起啊 谁说我受不起啊 我马上就挂给你看 好啊 你嘴巴那么厉害 有本事让这块牌匾自己刮上去啊 那各位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啊 这就是读书人 读死书百无一用啊 挂个牌匾都挂不上去 要是在我宝质堂 随便叫个弟子 不用梯子也能挂上去 宝质堂那人嘴还挺硬的嘛 这么高不用梯子 说的宝质堂那么厉害 你当大家都是傻瓜吗 你不信哪 信 信你才挂 这么厉害 你挂给我看喽 我干嘛要挂给你看 只会撒嘴皮子 谁说我撒嘴皮子 我要挂 随时可以挂上去 挂 怎么不挂 怎么 手软脚软哪 妈 没能力挂 他用真相法 别立他 是吗 怎么不挂了 挂不了了是吧 都说了你没本事 是啊 姐 借什么啦 借什么啦 太厉害了 多谢啊 帮我省了不少功夫 妈 你中了人家的激将法了 什么呀 我挂得上去就拆得下来 我现在就拆你的招牌 如果你敢拆呢 就是对专员的不敬 对 我马上请专员诊长 出来看看 等等了夫人 妈 你别这么冲动 很多人在看 先冷静一点 刚才为什么不提醒你 我们提醒你了 你自己没听到 怎么 不拆的是吧 哎呀 心里真是舒服啊 谢谢你了 那我们也进去了 谢谢观看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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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她的样子 我这次帮你的文家 可算是帮到底了 你妈妈呢 现在是到处宣扬 气得良师母 只想吐血 他们两个之间仇事越结越深 水火不容 我一让专员知道了 一定会说我领导无方 我镇长的位置随时可能不保 更别说奢望做市长了 你也不用那么担心啊 其实我妈同梁夫人呢 都只是想讨好专员 在她面前争口气嘛 我知道 不过他们两个再这样争下去 一定会出事的 如果说接待专员这件事情 不是落在我们文良两家身上 而是全民参与的话 这样我妈和梁夫人 就不要咬着对方互相针对了 全民参与 我没听懂 那专员他刚刚到三元镇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搞个豪门夜宴来招待这个政府专员呢 豪门夜宴 各位 今天我们很高兴 在这里举行 欢迎中央特派专员汪英和先生的 盛大晚饭盛宴 以表达我们三元镇最热烈的欢迎 大家鼓掌 欢迎专员 欢迎 欢迎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多谢博学书社的文夫人 她呀出心出力 为我们请到了法兰西大厨匹里士先生 来准备今晚的西餐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法兰西大厨匹里士先生 希望大家的计划 也不愿意 愿意 也不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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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厨匹里士先生 大厨匹里士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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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啊 你讲阳文呢 夫人 厉害啊 夫人 这次你出镜风头了 怎么还苦着脸 就是觉得不太对劲 什么不对劲啊 说不上来 别想太多了 开心点吧 又不着黑着脸 我知道你的心里头不好受 不过你放心 我和女儿一定会帮你争口气 绝对不会让保质堂是个威风 当然了 也很感谢我们保质堂的梁师母 她非常有心思 全程赞助了今晚的烟花表演 好漂亮 我上次跳的那个 是啊火流星 是啊火流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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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苦着脸呢 我觉得很不痛啊 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心里不舒服吗 好像有事发生 而且还有可能不是好事 是你想的太多了 你揭发了文长套两才 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多了多了 多了多了 哎呀 真是与民同乐呀 看完这么精彩的烟花表演之后 今晚的西洋大餐正式开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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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吃啊 这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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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吃死啊 这能吃死啊 喂 怎么养鬼子也吃铁锣啊 我还是凉的 这怎么吃啊 他怎么快的 他真是没见过啊 你这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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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不好意思 装员也不会吃 怎么吃啊 怪啊 简直是怪 简直是很可疑 指定要吃细餐 但看样子他也没吃过 就是啊 那天在庙里 你是不是见到专员了 我看到他和老尼姑聊天 什么事啊 可惜听不到说什么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正是招摇撞骗到处骗人 你来三元阵 是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啊 人有贪念才会被人骗的 你才是死性不改呢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臭小子 我不想看到你 有骗子来了三元阵了 正好戏看不到是谁 不然就可以提醒其他人了 专员和那个老尼姑讲什么呢 刚刚那个声音很熟啊 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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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夫人 糟糕 老太夫 开发三元阵 我认为 我认为 还要多想几个 可行性的计划出来 然后让 大家投票 对 真好 我认为 不需要那么麻烦的 你们三位德高望重 都可以决定一切了 不行 不可以 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以这么轻率呢 是啊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说 我也有话说 我也有话说 你有话说 大人你先说了 你先来的 你先说 两夫人文夫人 我们正在商谈三元阵 未来的发展计划 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 重要的话要讲 你想说就让你说了 应该你先说 哎呀 你先说 你说了 我再接着说 你不说我也不说 你 你当我白痴啊 这件事情 依你而起 你不出声 要我先说 你以为你没责任的 有 不过你的责任大点 所以你先认错的话 我也可以接受 你先认错 我也可以勉强接受的 你先说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哎 有话就直说啊 夫人 是这样的 那 拜观音的 也未必个个都有善心 人不可以冒相 海水不可以斗粮 人靠衣装 马靠鞍 外表始终都是靠不住的 金玉其外 半续其中 简直是须有其表啊 口密附件 效力藏刀 佛口蛇心哪 两位夫人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闭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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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员都敢骂啊 你是不是不说啊 不说的话 那大家都不要说啊 我不介意啊 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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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我也走 你又去哪儿啊 好 走 走 好 专员 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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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治事 你 老师 你 他 你 你们慢慢谈 传言 您慢走 阿南 你刚才在酒楼吞吞吐吐的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现在 你可以畅所欲言了 没 我没话要说 有也都让马玲珑心说了 你和他不会那么礼让的 少不代表没有啊 那我做人一向都是 人家敬我一尺 我敬人家仪仗的 你一定是想说点什么 老公 你不想说 那就算了 晚安 老公 对不起啊 你人怎么好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你一定会告诉全世界 到时候 我们肯定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打死我都不能说 要不就马玲珑先说 是他在所有人面前拍胸脯保证 说专业是真的吗 七马 七马 我没他那么张扬 他当然想要我先认错先认猜 想得美 明明是他先被人骗了 当然是他向大家交代的对吧 不过 要是他肯先认错 要是他肯先认错 那么我也会认的啊 卫门推出窗前月 投尸望向水中天 夫人 你没事吧 没 没 没事 我忘记了问你 刚才你和梁夫人 你们两人心争后让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整天都和她过不去的 没什么特别的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那不记得就算了 我上街 你 自打掏菜 我就不信你忍得住不说话 马玲珑 你以为我一定忍不住是吧 我就偏偏不说 看你这个万人师魔 怎么过自己良心这一关 干嘛跑那么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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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那么热闹 梁师母这次发财了 我回家拿钱买那个什么券 没口跟你说了啊 先走了 什么券 什么券 难道是讲券 各位静一静 静一静 什么叫政府债券呢 不知道 我就猜你们都不知道 阿华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师母 你们在这干什么 我 政府现在振兴城市 所以要向我们借钱嘛 是啊 所以 他们要发行债券啊 是啊 而且 十个大洋就会有两个大洋的利息 是啊 而且 半年就可以有利息收了 一年就可以把本钱还给我们了 师母 师母 你说多划算啊 是啊 各位 我们在新时代新政府 前景一片光明 买债券 等于是支持国家 是个必赢的投资 也是爱国的表现嘛 对对对 说得一点都没错啊 如果你们想买债券就在这边登记 现在就排队 哎呀 哎呀 你们两个 师母 马上不保去躺 师母 是不是让我们一脚串一脚回去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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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叔 你拿那么多钱买债券哪 不要抬拼命哦 不会不会 很稳当的 有些时候会说不准哪 弄不好会续本如归的 这是一个千才百合的机会 机会一过时不再来 再说了爱国一举嘛 哎 七叔 谁让你们来买什么债券哪 离开给我回去读书 是 是 走走走 好啊 你看你 你明知道那个是假冒的吗 你也不接穿他 我等你说 一开始被人骗的那个人是你 都是你整出来的事啊 你别忘了是你自己拍着胸脯说的 我马玲瓏讲的是个真专员 拉往后腿啊 我讲事实而已 哎 本店有幸招待专员和两位随员住宿 要是以后大家要买债券的话呢 可以随时过来买啊 是呀是呀 哎各位乡亲 本专员和各位近距离接触 你别想得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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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卖什么政府债券 给我消失 山楂北齐黄齐黄 你说什么呀 吃错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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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得手啊 停止卖什么政府债券 给我消失 山楂北齐黄齐黄 你说什么呀 吃错药了 吃错药了 我就没有 这些药呢 是令千金经常吃的 他很懂养生呢 不过要是吃错了药 或者药里下一点点披霜的话 那就很容易 你在恐吓我啊 你可以这么想的 我在来了三元镇之后 你不是收了很多弟子 你不也收了很多学生吗 其中有几个是我的首相 看来你们都不知道吧 哎呦 你们又怎么知道呢 你说我们就要相信了 你们可以不相信 不妨用你儿子的命来赌吧 昨天弄伤了手是吧 不知道是有心呢 还是意外呢 是意外 是意料之外而已 是你这个坏蛋干的 我也不想啊 是逼不得已的 如果两位不肯合作 那么这一次就对不起了 我就让你们两家人 一起办丧事 你 你们不想家人出事的话 就乖乖听我的话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我除了对你们两家人的生活 了如指掌之外 你的秘密 你的秘密 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你知道我什么秘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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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将秘密讲给她听呢 你是不是也想将你的秘密 讲给她听呢 你 那我说了 好 你 我去跟大家说 喂 喂 专员 哦 你们全在这里呀 害得我到处找你们 哎 哎 两位夫人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我也没有 哦 你们拉着专员在这儿密谈 一定是想买债券 买好多吧 不是 我也没有 明白明白 拿私房钱买 嘿嘿嘿嘿 啊 镇长 我留在三元镇也很久了 上头催我回去 走 怎么这么快啊 也不快啦 啊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想请全村的村民 还有文良两家的家人 一起吃顿饭 哦 应该的应该的 包在我身上 到时候两位要赏脸呢 大家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我汪英和在三元镇的这一大段日子里 已经被这里热情的民风深深地打动 在我临走之前 我还有一个心愿想完成呢 专员 你还有什么心愿啊 我希望文良两家人 和平共处 化解争斗的局面 梁夫人 文夫人 希望你们给个面子给在下 能够握手言和 化干戈为玉帛 不是吧 这么高难度的事情 不可能啊 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啊 你们两位都是明里之人 为了你们的家人着想 大家握个手 算数吧 也算是给我个面子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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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我等你们很久了 你这混蛋究竟耍什么把戏啊 你硬让我们握手 我也不跟你计较了 你还要我老公做什么公正人 你这分明是错他下水 就是啊 以后你走了 留下个烂摊子 让我老公收拾啊 不要这么激动 不怕跟你们明说 我死烂命一条 我来是求财而已 你们是瓷器 我是钢瓦 不是逼不得已的话 我不会要别人命的 刚刚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两个握手言和的时候 乡亲们有多开心 有多热烈呀 他们会怎么想 肯定是想 你们两家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揭穿我的身份 他们会怎么想呢 不就是想 你们两家和我串通在一起 骗村民的钱吗 我会见好旧收的 我很快就会走的了 到时候我走了 什么都赖到我头上就行了 你们两个这么聪明 又怎么会摆不平呢 你不要切开 阵长说要来和我聊聊天的 你们不想阵长 直到你们两个在我房间吧 走吧 阿姨 这句话算了 我有话跟你爸说 老公啊 你脑子坏掉了 怎么会带着女儿来买债券 不止这些 我还叫了徒弟来 买债券是一举 为国家出一份力 应该的 什么应该啊 我说一点都不应该 为什么 总之我说不好就是不好了 快叫回女儿们 我们回去 不行 阿南 专员托付 我们怎么可以不出力呢 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 他让骗子给骗了 还被抓住了把柄 又不敢说 后来连他的老公 也让骗子给骗了 你说该怎么办 连丈夫都隐瞒呢 这个妻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随时会被他老公修掉的 修妻 他老婆也是受害者 他不光是闯祸 还欺瞒自己的丈夫 这么严重 怎么可以原谅呢 夫妻之斗呢 最重要的是贵乎坦诚 这位夫人的行为 实在是要不得 诚戏荡然全无 实在是可耻之急 或许她是有苦衷的 两夫妻有什么苦衷呢 有什么不可以坦白的说呢 都是你啊 早点见穿的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你也别怨我 我也懒得怨你 现在想想办法怎么补救 现在是骑虎难下怎么补救啊 那个混蛋还说只贪一点小钱 其实她不知道有多狠啊 骗了我管和书院所有的人 没错 叫他们不要帮忙 就是没人肯听 现在就像肉在砧板上任人在割 不行 绝不能让她得寸进尺 对 老大 老大 娘师傅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招可是真烫啊 我长那么大 从没在一天当中收过这么多钱 老大 这回啊我们真的是发大财了 你们别开心得太早了 只要一天没离开三元镇 我们就不会安全 那两个女人可不是好对付的 我们收了明天的钱 立刻离开三元镇 老大 多留几天可能可以赚得更多啊 快刀斩乱马 不能因小失大的 立刻行动 好 来 有什么办法呢 怎么办呢 小心给斩驳 四个儿子里面属他最聪明 他一定能帮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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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到我了 没事闯进来干吗 我没事闯进来 这是你跟我的房间 怎么会是闯进来呢 你语无能刺的 是不是不舒服啊 请你大夫来看看吧 你走吧 大夫都帮不了我的 今晚乖乖的睡客房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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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夫人 喂 夫人 哎呀 你出去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哎 你别急嘛 我进来其实想要告诉你 专员明天就走了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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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客房 我 是客房 惨 惨了 这下肯定是写款前套了 阿南 老婆 开门哪 怎么了你 阿南 爸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对啊 你妈躲在屋里 一句话也不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妈不说话很少见呢 哦 我知道了 妈一定是知道 专员明天要走了 她以后再也找不到话题 没东西和那个马铃龙斗了 所以不开心 你说什么 那个专员明天要走 是啊 妈 你不知道啊 她明天要走 她明天要走 阿南 阿南 走 我来给你拔绑呢 我没事 我没事 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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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阿南不是拐着大家的钱跑 阿南呀 怎么办 怎么办呢 镇长 各位乡亲 这回真是谢谢大家了 打扰了 专员还得谢谢你 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呢 没错 我们又可以买债券 又可以支持政府 又可以赚钱 这就一举两得呀 是啊 院长 各位村民 真所谓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就送到这里吧 那我们后会有期 好好好 顺风啊 一路顺风啊 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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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来 一路顺风啊 不能走 假专员 老牌货 别想走得了 就凭你们两个 自不量力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专员哪 怎么回事啊 镇长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人 他余目混珠 根本不是什么专员 不是专员 不是专员 老牌货 你们会不会是搞错了 绝对不会错 没有把握的事呢 我马玲珑是不会说的 如果你让他离开这里 那我们村民一生的薰寒钱 都会复之东流 到时候别说是建设三元镇 三元镇只怕会是元气大伤啊 镇长 你也会英灵尽丧 那那梁师傅 你给我抓住他 抓住他 抓住他 镇长你放心 有我蔡柯南在 你想跑得掉 想得美啊 立刻把我们三人镇的血汗钱 放下 放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那就来吧 抓住他 大家只能走啊 后吹三步 嘿嘿 嘿嘿 鸡刀怕了吧 聪明的就给我闪开 别妨碍我发财啊 别放过他 梁师母 三元真的身价性命全靠你了 他那就是三脚猫功夫而已 跟我祖传的蔡礼佛功夫比起来 差得远了 好啊 那就不要停了 来吧 好啊 打得好啊 还以为你的功夫有多厉害呢 两个女人也打不赢 擦干净屁股去坐牢吧 是啊 坐牢吧 像在三元镇招摇撞骗 那不是找死吗 是啊 你还站着干嘛 快点啊 急不可施施不再来 趁他虚弱 寄他要害让他不能产戏 抓住他 哎呀 我们保之堂 是正宗的武术世家吗 怎么可以趁人之威呢 总之 他要是肯放下 在三元镇骗的钱 我就考虑放他一马 不是吧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你没听过吗 哎呀 这是恶彼佛 我不慈悲啊 要不要把你的钱都给他 让他拿了你的钱 去重新做人好不好啊 你闭嘴啊 你闭嘴 你不找我抓 来啊 动口不动手 是我们文家的规矩 不抢你的风头 站着 快让他动手啊 是啊 梁师母 动手 他叫我动我就动啊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 梁师母对吧 武林正宗对吧 蔡礼佛正宗对吧 不过如此而已 你不用硬撑了 你的脚托脚啊 来啊 来啊 上来踢我呀 帮助那 拖救 这话你都敢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看着没 好一招打肿脸充胖子呀 好 让我打断你那个老鸡腿用来煲汤 来吧 臭小子 给我住手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臭小子 气死我了 臭小子 打死我 我已经怎么回事了 家人怎么回事了 梁师傅 文先生 这件事究竟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说起来啊 真的是一匹布这么长啊 不如回乡公所再说吧 这样 你好 林冲队长 是 麻烦你押他回乡公所 好的 起来 走 走走 女人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说话呀 轮到你了 你知道错了吗 吉人大王 对不起了 这一次 如果不是我跟文先生 带着师太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你引狼入室搞得满城风雨 如果村民的血汗钱 真的被苏饼骗走了 我们梁家和保之堂 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声誉 就全毁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 你知不知道 哎呀 总之是回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呀 幸好有老天爷帮忙 我们才逃过一劫呀 最离谱的是你发现苏饼是假专员 你竟然为了跟马玲珑斗气 不告诉我跟大家 哎 这就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苏饼有机可乘 自己一直硬撑到撑不下去 就一个人冲出去 死顶 你以为人家是省油的灯啊 你肯定能赢得了他吗 爸 哎 其实妈也是被苏饼威胁 怕我们有生命危险 才不敢告诉你的 是啊爸 你不要再妈妈了 不过我也有话想说 说 我怎么都想不通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哎妈 是你自己讲的 你不记得了 我 是啊 只是你讲完之后 不知道自己讲了 所闻里有所思也有所梦嘛 自从你知道苏饼是冒牌货之后 就坐立不安 睡觉也睡不安稳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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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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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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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爸看你越来越不对劲 一时就找我们一起商量了 坏人 你这个混蛋 被比下流无耻 放开我女儿 我这样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伤害她们 不要伤害她们啊 不要啊 我这个混蛋 你们每晚守在我床边 看着我说梦话 这种事我居然能做得出来 那我有没有讲些不该讲的话啊 都暴露出来了 尤其是每晚马苏饼 字字珠鸡 不知道多精彩啊 是啊 妈 你保持住这样的气势 找马玲瓏去吵架 她一定无言以对的 嗯 那文家又怎么会知道整件事情呢 哦 你们不会告诉别人 我说梦话吧 没有啊 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 大家商量好久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的确去找过文家商量和帮忙 不过 不过我走到半路 我就碰到了文博人 原来他也想找我来商量帮忙 于是我们两家人就携手 顺水推舟一起对付苏饼 那文博人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你们会八卦一下吗 我又不是女人怎么八卦呢 可能是她夫人早就告诉她了吧 不可能 那只大马猴怎么可能 这么容易就认栽了呢 我说不定好像我这样咯 说梦话不打字招就讲出来了 还流口水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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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